看看新闻网 还是要大家看完之后再说了算 早起的鸟啊 有从事啊 谢伊林这一声狮猴 可真是把还在睡梦中的大伙 都给吓着了 第一个被折腾的 就是二哥温兆伦 不许再睡了 我现在睡了 我现在睡了 一直都很瘦 瘦得不得了 当然玉齿林家 也没有能够逃离他的魔掌 倒上好 转圈圈 转圈圈 起床了 新的一天开始了 不过后祝姐也是很偏心的 面对自己的男神张志玲 何东西一秒钟变成Catty猫了 早安 睡得好吗 还有气场无敌的大哥张峰毅 也把谢伊林给治得服服帖帖 早上好 需要小的为您洗漱吗 那早餐已经帮您备好了 虽然把六位型男都给叫醒了 但是接下来的早饭时间 后祝姐会怎么对待他们呢 想过个好好的早晨 就听我的话 接不接早 女的先天地 后祝姐好凶凶啊 编辑报道 其实说到叫早 我觉得不应该叫女神来叫早 你看当一个女神出现在你的面前 所以会感觉自己在做梦 对 然后想这个美梦叫久一点 不要睁开眼睛 对 因为要是那种 真的很吓人的这个女孩子来叫早 就会吓醒了 就反而比较容易清醒 所以后祝姐正好是属于后者 对吧 就一叫他们呈起来了 看这个现场情况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对 对 对